中文字幕 李宗盛 逢星期三上架的Shall We Talk 請來,陳偉聊天 她1月8號頒獎禮第六次候選最佳女主角 今年憑著劇集《回歸》 輸了給下樓上車族的江美儀 再一次落空而回 她怎樣總結這麼多次的爭獎經驗呢? 又怎樣為自己打氣呢? 她少女時候做過攝影model 96年選亞姐贏冠軍出身 原來報名表是由垃圾桶撿回來的 二十幾年來 誰是她的恩師 誰是她的白狼呢? 事實上上次太平公主的角色 戲裏面也有很多個女主 可能太平公主中 未算是女主之中的女主 只可以這樣說 都不要緊 都是一個古墓 至少我感覺到觀眾是看到我 是一個很開心的鼓勵 再接再例 因為劇本永遠是你們的前面 你不知道你下一次遇到什麼劇本 遇到什麼對手 觀眾的反應是怎樣的 自己都要去拍攝的時候 自己要想很多事情 都要去計算 如何能達到效果最好 可能會計錯數 也可能會計得正確 但情緒正確實 很難說 所以很好玩 拍戲就這樣 不是一本通書看得到老的 是真的有很多不同的化學作用在裏面 所以是因為它這麼好玩 所以也是一個動力推到我繼續進步 今年對我來說也是一個機會 所以戰鬥家 因為身邊也有很多軍事 他也叫我今年真的要爭取一下 衣服永遠都可以交給Dorian 當我幫我設計了衣服 拍攝出來的戲我已經不能改變了 所以在大家的心目中 對陳偉這個戲的感覺其實沒有改變 但是他記不記得呢 就是你臨門這腳其實還要給點力水 你記不記得你過去十年 有沒有哪一次台慶 或者哪一次頒獎禮的打扮 你覺得現在自己還很記得 那個戰鬥家 我想是一百年那一年頒獎禮 但是我不是上台那件白色衣服 是之前走噴水池 有一件藍色的 是很泳衣 很泳衣 那件都拍出來漂亮 難度在哪裏呢 難度有很多洞 很多洞 很多洞 但是很漂亮 感覺都高貴 但很性感 我自己心目中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回歸這套期 其實今年 過去這一年 真的很開心可以有機會 可以監製林之華 讓我參演回歸 因為香港回歸這25年 正正等於我自己人生 加入演藝圈 加入社會去工作的這25年 因為我96年尾才選出來 我第一份工作 其實第一個綜藝節目 就是97年7月1日的回歸秀 所以我覺得很容易心中 我和香港人一起 在這25年回歸的日子 在這個社會成長 以及經歷很多 香港發生過的事 我小時候是甚麼女生 小時候比較冷 所有學校的籃球 我當時喜歡打籃球 打排球 打打拳球 所以算是運動健將 你看我的身高 當然現在不算高 但其實我應該十三 十三四歲應該已經有這麼高 然後進入了珠海 你就開始做模特兒 是嗎 是的 那時候因為有個同學 跳舞的同學 那個同學就認識了攝影師 可能是攝影學會的 那些成班農友 哈哈 但是說 我們要模特兒去拍照 你收到很多照片 很開心的 去玩一下 我就跟她去玩 一次過收成千多張照片 後來認識了一個 有一個真理攝影師 叫做龍君兒 那時候去幫快逃美拍照 所以那時候快逃美 曾經有兩輯的廣告照 是用了我的照片 所以很開心 我突然之間變成一個廣告的模特兒 有一點廣告演出的機會 我認識了一個化妝師 我化妝師覺得 你現在讀珠海的CV2 其實開始覺得有點吃力 因為我選擇了帳戶 都覺得有點吃力 但是她說 她覺得我其實真的挺內向的 雖然化妝好像挺活躍 但是很內向 活躍得來很內向 她說 你不如認識 試試確闊自己的心圈子 去認識多些人 最好的途徑就是那時候 剛才問雅姐 我想說回 其實我結婚的那天 我有其中一位賓客 叫鄭偉強 鄭先生 她是我當時雅士時的高層 後來我來到TVB 她也請了一段時間 在公司的高層 其實我加入這個娛樂園 這二十多年 其實她是佔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在我的演藝人生裏面 當時她有一份 是我選美的時候 是做初賽的時候做評判 當時她之後跟我說 因為認識了大家都對 她跟我說 當時我看到 一知道你入圍 就扔掉你的報名表 對 扔掉垃圾 她說 因為我們那年的賽制是很特別的 她想了一個玩法 就是所有入圍的佳麗 先是不可以讓你知道她的身份 要蒙面 然後每一次的 PressCon 即十幾十個女生出來 每一次就揭曉一個 才讓你看她的樣子 她覺得我破壞了賽制 太突出了 大家知道她入圍 我入圍 有看你的廣告 就知道你的樣子 已經破壞了賽制 所以不要讓我入圍 後來是因為其中有一個佳麗 因為身體不舒服地退賽 我才在垃圾桶 都拿出來 給她入圍 這樣 我要多謝鄭先生 多謝她 給我一個機會 才可以成就到今天的陳偉 陳偉喜歡拍戲 分別在亞視 內地和無線 三次和鄭則視合作 對方可以說是看著她大 罵著她大的 這個家裡有個肥大佬 我才做她最小的妹妹 她一片空白 什麼東西都不懂 整天都被她罵 她怎樣罵你 不說錯口罵 不是真的會罵 因為很多東西 我都好像 進不了路 一片空白 就算我家裡 背得很熟 滾瓜爛熟 那些台詞 回到她的時候 一白拍 她說 那些東西都抹掉她 拿一本寶 拿一支筆 拿一張紙出來 什麼事 我現在說什麼 你抄下她 重新再變了對方 臨時變 震 整件事 不是我心目中 我之前預計的事情 我就更加害怕 我會有這樣的情況 一個新人 我又沒有上過什麼訓練班 第二套戲 所以就跟她拍 所以那時候真的很慘 但是我算是一個厚臉皮的人 怎樣罵我 都是 你叫我做 我盡力吧 我也會做好她 中間的時候 大概就是沙士那段時間 跟Hangelo上去北京華遊 再拍了一套三寶醫館 然後就來到TV了 其實我也有很多機會 因為跟她拍戲 我們就永遠吃飯 大家都像一家人一樣 坐下來一起吃飯 有跟八姐 有匹仔 林偉晨 有高薇儀 我們也是一家人 每天一起吃飯 或者是公餘的時間 我們等牙尾的時間 很多機會去聊天 真的教了很多事情 無論做人處事方面 還是拍戲方面 都教了很多很多事情 做人處事她怎樣教你 她其實很謙虛 Kangelo很謙虛 從來都不去跟別人爭什麼 去吹自己什麼 所以在她身上一定是學得 不要承認 大姐 大姐在亞士的時候 做了好幾套媽媽 家裡有肥大哥 媽媽我真意愛你 還有一兩套 她在身教表演 都讓你看她有多專業 她真的很王愛和親 真是一個媽媽 所以很照顧我們 很疼我們 限時也是我們去玩 那時候真的喜歡打麻將 那時候2003年 沙士的時候 沒有工作的時候 有空的時候 全部都在一起打麻將 自己是很喜歡拍劇的 覺得自己 我陳偉個人 是很沒有character的人 所以我覺得自己很必須 都要透過角色去說話 陳偉其中的代表作是扮演梅艷芳 一次是05年的亞士劇美麗傳說2 而聲緣 一次是07年的內地劇梅艷芳菲 觀眾都激讚她 很像梅姐 也演到梅姐的神韻 她當時禎哥叫我 你要做她這個角色 那我自己都很大的挑戰性 別人這麼高的地位 但是很多人都給我信心 她覺得我相似 我真的心想 自己又不覺得自己有多像 但是造型 造型真的很幫忙 造型出來 真的有多分次 自己覺得造型 令自己的信心大了 最後看完劇本 基本上很圓形她的角色 看劇本的時候 我自己花了很多心思 覺得我自己跟她 最不相似的事情 就是說話 那個語調 我就是因為很懶 所以有很多美音 比較慢一點 她說起來很急的 很快的 很滑的 我就盡量去 真的模仿 就模仿了這個 模仿她說話 那個語調 其他的事情 我基本上 不太實在去模仿她 當時其實 我自己是有些 情緒也有些問題 因為當時 那段時間 我住在都會開一間酒店 那間酒店 我住了差不多三年時間 我住在那裡 我也是一如既往 開工的時候 我也是斷陸生的 除了以前用電話機 除了收通告之外 我其他事情都不做 看劇本 上班 上班 吃東西 那時是十分差的飲食習慣 我簡直都不去 因為不想自己在外面吃東西 所以我又不想去酒店 煮不到什麼 我簡直在便利店 買一大堆吃的東西 蛋糕也好 杯麵也好 零食的薯片 冰淇淋 這些東西去衝擊 我是這樣過生活的 尤其是後期的時候 為何要這樣 不想見人 是 因為入了一個 可能是這樣的 因為 那個風格 就覺得自己是 是很無助 又不想跟別人說 那種心情 是呀 很可憐 還肥了很多 我開《心工計》的時候 是真的很辛苦 我也記得我跟媒體有說過 每天回到家 我連家的梳化都沒有坐過 我已經去房間 然後開花灑 然後在浴缸 已經要放在那裡 我才能洗頭 要睡在那裡 因為頭有很多東西 因為我弄髮計 要噴很多 那種椅子很硬 我要洗很久 那些攤子在那裡洗 洗完又要吹乾 然後睡兩個小時 我又要起床 又要上班 就是這樣的生活 我覺得是很辛苦 就是那個 就是 突然之間 你也會有一個情緒上來 為何我會這麼辛苦 一個依靠都沒有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後來就是那段時間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 陳醫生出現 陳偉去年 和陳國強醫生結婚 前一陣子 一起去曼谷 輕鬆享樂美食 不算是到蜜月 之後會一起去巴黎 對 對 他剛剛有個會要開 有三天會 農曆年是他最長 可以放到最長假的時間 順便去玩一下 對 因為他也是工作狂 還是怎樣 對 他一個星期 翻足七天 六天半 對 六天半 所以 是 有段時間 可以讓他休息一下 都想去玩一下 因為其實他很癡家 他又不說喜歡玩些什麼 最多都是玩些 一些 超合金也有些 他都內向和靜 所以就適合了 對 但靜得來 其實他挺可愛的 怎麼可愛 他很多難解的 很有趣 現在要總結 十年的TVB這個事業 你會怎樣說 我是很感激的 很感激TVB 當時是肯簽我的 對 那時候也要 很廢 因為那時候 我真的很沒信心 而且我覺得 我回來 我要找一份工作 因為我需要過自己的生活 那我什麼都不懂 我只懂得拍戲 那我可以有這個 即得到這個機會 是真的 是 TillB賜給我 我覺得很開心 最後的問題 就是 給你一個機會 你約一個人坐下 聊天 好像剛才我們這樣 閒聊 你會選誰呢 我一定要選一個 很多話說的人 因為你不懂得 因為你不懂得 我自己不懂得 她怎麼想 一些話題出來 我真的想 這一刻問我 我想約千華 因為 剛剛看完她演唱會 她演唱會上 也說了很多心情 當初我們拍戲的時候 相處 其實她真的 她的腦袋 是很廣闊 很大 比她的頭 她可以想到很多 天文洪空 你說她的東西是無理頭嗎 但她很多東西都很有哲理 她本身是一個很有學問的人 所以我希望可以 藉著跟她聊天之中 令我可以開闊更多我自己的思維空間